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和研究的同胞 英秀的青年女俊 來找你 我們非常高興 房董 這麼有心地安排這樣的機會 讓我們能夠在這個時間裡面 跟大家 來自我們兩三立的青年 英秀的青年女俊女俊 在這兒 讓大家做我的女俊妻的報告 甚至討論的機會 我覺得非常高興 那這個 最近杜教授跟我講的 就是原來是針對著我上次報告過的 黃導演的同志 這個大家可以理解來交流一下 我覺得也很高興 那我其實在最近 其實不凡各位說 我最近才有學 也是有關黃導的 預計下個月 這個 不是打廣告 我只是跟大家報告一下 最近的讀書這個狀況 大概是9月 12號到14號 北京有一個什麼凱原法制中心還是什麼 他那邊好像清皇 清皇 那有一個會 也是黃導的會 那他們邀武就寫了一個防疫傳說 跟這個防疫傳說 跟黃導訪的老弟弟交流 可是現在還在混鬥 是18號到19號到20號 把他兩天 就是一個禮拜要跑兩個地方 若羊還有一個老子的學會 若羊老子學會辦 那個我打算要寫這個 所以在這個應用方面的理論 我可以寫了六千多長 這幾個聘遇能感 所以昨天就沒有人跟大家一起去吃飯 那其實在此之前 我寫過黃大陸的皇帝 黃大陸的老子 然後黃大陸的老子上次的老子 他那麼這個 為什麼這個 柯根很多 海邊外的很多 這個中國哲學研究學 這幾個地方 對王子的大學說什麼 我曾經有細想像 中國哲學思想的典籍 好像從來沒有像這兩步這樣子的 雅熟控室 那麼在這麼久的時代 一直都是很夯 一部叫做義經 周易 不是義經 一段來的 周易 另外一部就有老子 中國哲學思想的典籍 我們發現最能夠雅熟共產 而且在後世引起最大的回應 到現在還是沒有鼓應 好像就歷久不衰的 就這兩步典籍 那這兩步典籍 其實你看老外也喜歡的 老子一部就老子 一部就周易 周易跟老子 他們大概有一個 他以周易來講的話 我故事也有 周易 我就是保護教授是他 我們是一堆老師是他 那以周易來講的話 以我出錢的良知 你看 他的運氣也不錯 他就躲過情果之後 因為當年就會有 不是輸過過情緒 所以他會出錢 到後來 你看他保存的完整這個狀況 我們都可以從你看 近年出土裡 好多地方出土裡 都會有中心在那裡 好 周易跟同志的感覺 對 對 那很多 我感覺對 因為沒多 我們聽說 一戰鬥有中心 跟老子的版本出土 那我們老子也是怎樣 對不對 所以這表示 他在當時 當時很常 那老子也是在 藏節的這個 無國漢代的時候 可以畫出來 然後就有很多 中國一戰鬥有老子 那另外呢 好像我們中國哲學史上的 這個後代的很多 那都跟這個 老子的學術 研究都有 還有周易 那都有很大的關係 你看看 除了這個出土名線裡面 都有周易的出現 而且還有呢 以後漢代 古今你看 周易也是很重要 排在前面 那魏晉標三選 那就是三選 老子 周易也都在其中 宋明呢 理學家們去談 理論論 你看最少那個 周明熙啊 什麼這個 這個前面幾位 都有就是朱熙 他也都有異本異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宋明理學論 以後談性理 同在都沒有 互別周易 這種思想理會 到今天你看看 那我們台灣這邊 是我們台灣司法 過去的一個教授 他現在已經退訓 還不是我同學的 是我科技學院的 這是什麼 就在你們在這個大陸裡面 很多那個出版品啊 你知道嗎 學過的書 曾智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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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你看 他這麼紅 他還沒意思周易 夯的不得了 對不對 台灣真的 人類一開口 然後是周易 他會有什麼講的 所以為什麼 他們能夠造成這樣 但老子也是一樣啊 所以我們可以說 他以後在學術界 文化界 宗教界 各種階層 雅俗董察 影片推廣 魅力不減 那我們老子也不多讓喔 近年來你看 各種解剖超會老子出土 那除了說你在戰國時 或秦亥之間流行的狀況之外 戰國以下的秦亥的 王老之治養生論 你看有什麼 養生論正點的 不要說那些數據的 數據養生 我們光是說正點一點的 王帝內進 對不對 這個裡面的理財 還有很多東西 就是道教裡面 結合營養學的 所以這個就說明了 然後到魏晉三學院 當然也有老子 隋蘭的禪宗 國教 他的禪宗也是本土的這個國教 裡面也是有這個 受到這個老子學說的影響 道教學說的影響 那都是有老子的生意 一直到今天 那個老子的哲學 還是有他特殊的魅力 也同樣是在學術文化 宗教課領域 那宗教學呢 他其實在以前也是這樣子 祥兒 你看漢代就有三位結老子組 對不對 這真的就 那個老子子歸 老子祥兒組 老子和善侯組 還有淮南子裡的結 那是閃的論文化也很短 所以可以說呢 他們的魅力 為什麼會想他們 為什麼有這樣的魅力呢 雅俗碰閃呢 那麼我是簡單的這個想想 基本上 他們的理論 已經有懸吊 從來的致命的吸引力 他總是畫了講的 這個調調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這個呢 這就有世慧 最主要他脫俗操俗 就是跟世俗的一般的這個思維模式 他就包括其另外一類的思維模式 所以造成這麼大的一個魅力 那所以因為他的理論 嚴重他的理論玄虛 非常的馳妙 像導致的地本 他喜歡用反的表達方式來表示 我最近就因為寫進我的團系的印象 我發現這個老子的團系 跟其他的 建民族的其他很多樣子 他喜歡用復更 否定語詞很多 五千年裡面 我最近乖乖在那邊一個字 因為助理啊 我叫他們放水假期啊 我自己辛苦一點啊 你不要用假的啊 有事導演沒事 你不要今天就好 好來這個文班啊 不用啊 就我自己這種技術啊 我發現五千年裡面 這個用否定詞用了很多 否定詞總結起來 莫啦 非啦 無啦 顧啦 無啦 合起來 298個字 快要300個字 就是這個 然後齊東用顧最多 199個錢 就這樣幾點 然後用無啊 無尾的無 八十幾個 各國最近的這個初步統計 但也就是說 老子他有一個很特殊的表達 很喜歡用否定的語詞 他做什麼 他顛覆你 讓你心理地震頭腦起操 把你原來過去傳統的 你這個人隱隱隱 跟著群眾屬種走的 大家從來也不拒絕 有什麼不對的這種思維模式 他給你來個心理大地震 把你正好 全部NO NO 全部全部都對 但是他不是只有否定 他從否定當中 然後讓你心靈體操一下 就是頭腦地震 再來心靈體操 然後呢 重新來試著去看看 去接受他所建立起來 那一套正言若反的地鬼哲學 充滿了玄虛的味道 所以就因為這樣 他原容他超俗 他這個不一樣 所以他這個各行各業的 各階層的都能夠在這裡找到 進去 找來找去 多多少少 高高低低 體會的正確不正確 層次有不同 都能夠人人各得其連續 都能夠由你自己想要的 而且自己感覺還不錯的東西 這是老子的魅力 那他因為用那樣特殊的表達方式 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他風之無俱 魅力藏在 我個人覺得老子啊 他有這樣的魅力 也要是這樣子 那麼至於綜藝呢 當然我不是專教我 我們這裡有綜藝專教我 不敢在這裡隨便講他 也不是我們今天要論的主題 那麼對這個 所以呢 我們如果把老子的哲學 讓他看起來我最終很小 當然我們看起來有很多很多 但是我覺得兩個很大的 反正就是虛無的概念 一個就是對反的概念 他所有的領域 他要從這邊這樣子開展出去 那就可以開展出很多很多的東西 那我在這裡呢 我也時間也不允許 我也能夠好好地做一個詳細的報告 不過我就覺得呢 這個回到我們老子跟黃岸的關係上 那我上次在那個 我們前面 我在報告裡面 我也跟大家說過 這個 這個黃帝跟老子的 他是老子的 八根子打不打不打不在一起的人 實在也就是同學員 對不對 然後一個是傳說中的上 我就用氣質形象差了一幾元 黃帝絕對是 不管在各種神話傳說 還是歷史記載裡 還是典籍裡面的相關資訊派 黃帝都是絕對的外王世公中的 而且呢 他是這個 老命型的戰神 上面附落的 中國武林開啟 初步開啟的第一個階段 那個早期的文明第一個階段 我們有史瑪丁的期待是怎樣的 他一種待遇 所以這樣的一個人 結果老子呢 反對管理 反對待遇 反對戰爭 皇帝幾乎就是戰神 你看他打工工打師 又要向來走向文明 不管是跡象學工塑造的 還是後來這個 中國的先期的這個 學者的智慧的累積啊 這個我覺得都不傷害其價值 因為文化他本來就是共同的 這個記憶跟期望的一個添加 這個好啊 這代表這個族群 他的希望 他的這個期待跟走向 思維有種 但是無論老子跟皇帝 是完全不一樣形象的 那老子 他是一個 這個清靜自然的 這個為什麼兩個都會結合在一起啊 然後文化主要是這個跡象學工的問題啊 他有特殊的這個 他的這個 算是政治目的吧 那麼但是事實上 在跡象學工之前 跡象學工也不是憑空凝走 相關於在國語左轉 或者是這個 這個 那個 那個 山海經理這個早期的晚期點的 記載裡面都有皇帝的生意 所以問這個 我自己寫的話 我再也要詳細討論 那至於為什麼 這個標皇帝 他可以理解他田崎的政治問題 所以他利用前史的資料 大量的去把它 把它塑造成一個非常 他的心目中理想的完美的人物點心 那這個為什麼不要去找老子呢 我簡單的歸納 我在我的論文裡 我簡單歸納大概有三點 那麼第一點就是老子的選手 本身他就有 有這樣子的一個可以轉化應用的 他沒錯 他是反對管理的 但是老子裡面呢 他提到聖能聖皇去統計 最少就是三十次的比賽 三十次 那三十次他所講的聖能講的聖皇 全部都是獨為而治的 理想的同治者 所以老子反對管理的 可是老子的理論實在是很方便 管理的一個轉化運用 所以你看那種皇道裡面 你看這個韓非子華 他也那個司馬謙說他 齊學貴魂的神父派 對 全皇道道德之處 所以就表示說老子的學說 老子反對管理 反對政治 事實上老子學說非常方便 本身的理論 就非常影響外王的長得第一 那個壯志要說的 那種子是講內勝的 精神操略的 老子就是講內勝的 所以你要把它轉化到政治之用 真的是非常好說的 這是學說本身的第一 第二個特質我覺得老子是說的 因為老子是承諾 那那個田啟啊 他們本身就是田徑這種人 就是從承諾逃到江啟來的 表現得非常好 期待以後才有機會的專心 所以這個我覺得 我的感覺是 這個應該就是圓形勤的 這是互相裡面的賢打 互相裡面的了不起的這個賢者 所以人不欽 苦欽啊 那這個我覺得也是一個 嚴格深刻的畫面 但這個因素還不是最主要 最主要我覺得還是思想 第三個原因 我覺得是我們從最近40年來出土 各類各樣版本的老子 來自於在兩漢在先秦的 韓非子裡面都有傑老天律老天 你看法家韓非子都有傑老天律老天 然後漢代的淮南子宮道地裡面 非常好主 一個故事一句老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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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來一個40個 41個 然後一個莊主約一個聖職 總共呢 就是全部 40幾個有44個 然後有42個是老子 然後事實兩句是解證 兩個例子是解證 一個狀子一個聖職 然後漢代呢 那我是跟你講的 三個專門正面講的一句 就是解到一句故事 所以可以說這個老子學說 那我們先就是先切開這個戰國以後 就講的之前嘛 從出土的這麼多老子版本也出現 還有法家什麼 那各種你可以看出一個神科 老子學說在戰國的時候 實在是夯到不行啊 非常地害 非常地夯 那所以這種情況 尤其在南城這一代 所以這個就造成這三個條件 造成老子學說 那他那個這麼的這個重要聖況 那也就是造成天旗即下學動 為什麼要把這個皇帝 是他們要排出一個招牌的人 這是他們的叫做 我們叫做什麼 精神指標 對不對 這樣一個mark 當然那個老子呢 是他們真正要推採應用的那套理論 那我覺得老子的部分 最少是基於這三個原因 那麼因此我們來寫了這個 那當然這個老子的 老子原本的學說 跟後來皇老的理論 是很不同的 皇老的理論政治運定 經世之用 經世就是要入世之用 要把老子的學說 這麼好的理論 那不用呢 跑在那裡有太可惜了嗎 往來不去不來往去啊 不可文間啊 這個很可惜 一定要把轉化為經世之用 經世之用兩個地方 兩個路項 一個就是治國政治論 一個就是養生 那後來中國的養生理論 這個差不多就是從皇老子系統過去 所以他在這個到今天你看 華人世界裡面的啊 這些養生的啦 靈魂台東西 都是老子從這邊這樣過去 他不同的目的 不同的戲曲 不同時代 他有不同的轉化 但是這個都可以上面跟皇老子 扯上一面 皇老子對不對 那這是我這個 杜教授說要15分鐘的 開場到20分鐘開場 那我就不都在用大家的這個 這個提供跟那個 我已經教育的時間 我就簡單的啊 把這個這個 這個一個基本的概念 跟大家做一個 如新的報告 謝謝大家 那為早安喔 首先很發現就是 剛剛遲到5分鐘 非常抱歉 但很可惜 是沒有遇到立貴老師前面的分享 那我個人的話呢 我從大學的時候呢 就是也是讀哲學系 那到了碩士班呢 還是繼續讀哲學 碩士論文寫的就是 皇帝四經裡面的 這個皇帝的形象 然後呢也很榮幸有 當時有邀請到陳立貴老師 當我的那個論文口試的委員 也給我非常多的指導 那碩士班的指導教授是 就是丁源直老師 大家如果可能有接觸過他的書 那博士班的話則是跟著這個 陳規老師還有王小波老師 一起做學習 那寫的題目呢 還是集中在道家 那當時呢就是陳規老師給我一題目 他希望我們可以寫道家的人 心術與祖術 那心術呢就是那個 環子裡面有一篇心術篇 那祖術呢就是環男子有祖術篇 那其實如果我們對應到 這兩個課題的話 他用一個我們比較熟悉的語言 其實他講的就是 治身跟治國的關係 心術比較強調的就是 內聖治身的部分 那祖術比較強調的就是 外王治國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在這個 老子裡面呢 其實呢它是歷理貫通的 尤其在廣場就是把這個部分 發揮得非常的靜靜 那當時這個其實這個題目很大 所以後來把它集中在 老子、莊子跟管子四片 從這三個角度來看 那之後呢 當然也是繼續延續的 對於道家的研究 那目前呢則是在這個 文化大學的學系 擔任這個老師嘛 那到了文化大學之後呢 就是我們的新主任是 曾孫來老師 大家可能也有 讀中他的作品 那他那時候有跟我討論一下說 希望我可以 往未經的方向 再擴展對於道家的研究 所以我現在就是 慢慢把重心慢慢轉移到 未經這個時代來 所以呢在之前呢 到文化講座裡面呢 我發表的主題就是 王必的演藝之變 那這個演藝之變 那這個演藝之變 其實在未經時代呢 是一個 就用剛剛陳老師的話 是一個很胖的課題 那在這個演藝之變 其實他要講的就是 我們的語言 文字跟我們思想之間的關係 但他又不僅止於次 因為他的意呢 其實不是指一般的思想 而是指我們對於這個 行得上的道啊 還有對於這個世界的了解 而這個了解的部分呢 或是對於本體的體認 但這個意的這個部分 當聖人呢 他觀察了天地萬物 然後他體會到一些意之後 他體會到一些道 體會到一些道真理之後 他怎麼表達出來呢 那就不需要透過語言文字嘛 對不對 不然他沒有辦法讓我們知道 除非他在佛教裡面 有這個 綿花微笑啊 以心傳心 以心益心嘛 但是我們還沒有談到那樣的境界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了解聖人的意呢 所以我們只能夠透過聖人的符號 就是他的語言文字 來去嘗試的去理解他 那在這個部分呢 其實王碧他所在探討這個問題的時候 主要有兩個來源 一個呢就是意嘛 所以他是表現在 周易的這個名像篇裡面 他在寫周易月曆名像篇裡面 談到這個問題 但是呢 他除了意之外 他也引用了這個莊子的方法 在莊子裡面就有講到 得意妄言的問題 所以他把這個 把他介納了進來 藉由這個來去講這個意 像言三水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在很多報告裡面 有跟大家提到 那這個意呢 指就是聖人所理會的意 那像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回到意來看 那個像尺就是畫像嘛 對不對 他通過一些符號來表示的時候 他可能會採取 用畫像的方式來去表達 那但是這個畫像 他可以詮釋的空間比較大 他的意義沒有那麼明確 他只看到三條線 或說六條線 大家每個人想到東西是不一樣的 那有很多的 可以詮釋的各個角度的面向 所以呢 雖然王碧就說啦 敬意目落相 你要表達意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相來去表達 但是 相的意義不是那麼明確 如果你要表達給別人知道的時候 別人會不會能夠那麼清楚的 接受到你的訊息 所以這個時候 他就直接講 靜相莫若言 我們可以通過 語言文字 因為語言文字呢 它有非常清楚的這個指揮的意義 跟對象 就譬如說 我們講 陳立貴老師就知道 你竟不是指陳立貴老師 對不對 他給我們學的指導 所以我個人真的是非常受用 所以這個語言就不一樣 還有非常精確的意義 所以讀者可以比較能夠掌握到 作者想要傳達的意思 所以就剛剛講 從作者要表達給讀者 去理解的角度裡面 就是敬意目落相 敬相目落意 但反過來 我們作為一個讀者 我們怎麼瞭解 去瞭解那個作者的思維呢 怎麼去掌握那個聖人的意義呢 你只能透過眼跟像 所以皇帝就是說 要尋言以觀像 尋相以觀音 那就是說我們透過文字去瞭解 他為什麼要畫這個畫像 那這個謠 在這個畫裡面又是什麼意思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 比較清楚的文字的解釋 就畫謠詞的解釋去理解它 但是皇帝又提到一個點 他認為如果我們只執著在 言跟像上面的話呢 是沒有辦法精確的掌握真人 聖人之意的 而只會填留在言像之表 對語言文字有一種執著 就陷入在那個語言文字的執著上 所以他就講 得像再望言 得意再望像 那我也就引用了一個 佛教裡面的例子 來跟大家做說明 就譬如說 佛教裡面有一個例子 叫子樂 就是呢 譬如說假設那個 很明明的 投影鏡的光源是月亮好 那我跟他說說 跟大家說 來看那個月亮 那我就會把我手指頭伸出來 對不對 我的手指頭 就是那個符號 要表達我要闡述的 那個月亮本身符號 但是我的手指頭 等於那個月亮本身嗎 並不是啊 你如果要知道 我想要告訴你們月亮這件事 你必須要尋找我的手指頭 才能夠找到那個月亮 可是如果你停留在我的手指頭上 你只看到我的手指頭 你是看不到月亮的 對不對 所以他才會說 德向再望言 德意再望像 也就是說在思想 跟魂之符號的關係上的時候 沒有錯 魂之符號 它是表達了思想的理解 但是呢 我們不能夠停留在原字上 要不然就沒有辦法真正掌握出那個真理本身 那個意義 我要傳達的那個意義本身 所以這個 在當時有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口頭報告 那 我有收到這個大會給我一個回談 就是我有問說 問大會的工作人員說 你不知道這次參加研究生裡面 有沒有針對我的議題 然後呢去提出一些討論 那我希望可以先看一下跟大家交流 那我看到應該是榮譽嘛對不對 他有 他是 他是來自 他的研究的專業是教育對不對 然後他就把這個 跟他的自己的專業做一個對應 他就提到 其實這就是一個教育的問題嘛 你看做一個聖人 他怎麼去教那些 想要成為聖人的君子呢 他也是必須要透過符號啊 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做一個 想要做一個君子 想要效法聖人 吸血吸聖 我們怎麼去理解聖人的作為呢 可能也必須要透過符號 那這個符號其實比較寡義的 他不一定只有出現在 有文字或是符相方面 包含的生效各方面的印行 那我覺得他非常非常貼切的 把這個裡面 用在他的領域裡面我覺得很棒 那待會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多談一些 那此外就是我現在在做的議題 最近就是我們學校呢 他想要變一個中華文化教材 所以我們就要找老師來寫這個教材啦 那我是其中一個啦 那因為我們學校就是中國文化大學 所以呢 他覺得我們應該把中國文化的特色 當作自己學校的特色 那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用意 因為其實在現在啊 我們因為說到信仰文化的衝擊很大 然後呢 就科技啊 物質文明給我們帶來的方便 其實是 真的給我們生活造成 帶放大的力量 但是人們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有的時候其實會 會略掉一些精神上的東西 那甚至呢 可能會覺得外國的月亮的教育 會略掉自己中華文化裡面的一些 非常非常有意思 又非常有意義的東西 所以他就有了這個構想 那就是 我就負責寫莊子這一塊啦 那其實莊子這本說想 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他的預言啊 真的是 會委屈快 毛童文一對不對 非常給大家 非常多的想像的功能 也給大家非常多的啟發 而且又是一種不落於那種說教式的 是用故事的方式給大家啟發 所以其實莊子呢 我覺得 他也算是第九元性的一部著作 大家非常喜愛他 那因為其實莊子是一部非常大的書 我們會分配到的字數是兩萬字啦 所以要怎麼撰寫這一塊 其實有很大的困難 就是怎麼在兩萬字裡面 把莊子的要詞表達出來 那當然這個中華文化基本教 他不是只希望我們去闡述 這個哲學思想的部分 也希望我們可以去就是把他的這個 現代詮釋啊 更應用的這一塊採發 這樣比較能夠讓學生了解 這個經典 他的內涵到底是什麼 我們要怎麼去應用它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現在主要在做的功課 那 就是目前主要在做這個教材 因為他真的放的很大字數很少 這時候就真的覺得 嚴不敬意的感覺 就非常明顯 那其實莊子我想大家也很熟悉 如果今天待會有時間的話 也希望大家可以談談 你對莊子的看法 還有對現代人的啟發 那我自己目前思考到有幾個方向 就譬如說呢 就譬如說呢 像莊子的第一篇就是《逍遙遊》嘛 那逍遙遊的第一個預言 是《空化為蓬》的預言 那其實也有的學者認為說 其實莊子全書最重要的那個進行 就叫《逍遙遊》而已 甚至呢更進步的指出 《逍遙遊》裡面的《空化為蓬》 第一個預言 如果你能夠讀懂它的話 你就可以掌握莊子精神的 這個重要的核心了 所以這個預言 我想也是非說 到時候在這個教材裡面 那這個《空化為蓬》的預言 它到底在講什麼呢 其實我會想先聽聽各位的看法 盡量各位就不會陷入在我的眼裡面 但是因為我還有一點時間可以談一談 我還是先稍微講一下好了 所以在這個《空化為蓬》裡面 如果我們從一個現代的角度 去看這個預言的話 那你看這是昆啊 就是莊子不是提到嗎 名有於前名為昆 昆是當然不知其幾千里 他說這是昆非常大 不知道幾千里那麼大 可是你知道昆這個字 本身指的是什麼 是什麼 金魚 哪個金魚 大的金魚 大的金魚 好 這可能有 因為他說幾千里 你能不能把他想 但是很大 那應該是金魚 那其實昆這個字 其實是剛附化出來的小語 所以莊子也是有 也有成績的導使這個路線 然後用一種正言不反的方式 用一種否定的這種 來去 剛成績表師時候非常好 我幫他記下來 頭腦地震心靈體潮 對 那那個對 你可以把一個很小的 他放肚子化突然間 幫他把它講非常的大 然後呢 你看這個小魚非常大 為什麼要這樣講 就是其實我們人啊 常常可能會覺得自己有渺小 或者是妄自匪國啊 覺得自己能力很有限 可是他們告訴你 只要你願意 只要你願意自己有成長 你其實可以從一隻小魚變成一隻大的 那這是第一個 就是大的概念 那再來呢 這隻魚 不甘於只做一隻魚 他還怎樣 化而為棚 對不對 然後這個棚之大 也是不知其幾千里也 其翼若垂天之雲 他吃飽一張 他像天苑雲那麼大 也是非常的大 那這出現另外的概念就是化 你看從一隻魚變成一隻羊 這個在生物學上叫做完全變態 完全轉變了自己的心態 所以如果說那個坤 他把一隻小魚講成一隻大魚 那個可能是一個很像 很像的面相 叫我要擴張自己的能量 對不對 擴張自己的見識 但是要真正提高你的視野 那必須要化 要像魚變成鳥一樣 要飛到空中去 要弄腰的直上 要飛到南平去 所以這就有一個化的概念在裡面 那當我們飛到高空之後 我們再往下看 跟我們站在地面上看看這個世界 那個知識境界跟視野 跟高空是截然不同 那這對我們學生來講也是這樣 我們作為一個學生 我們要學習啊 我們在這個學校裡面 學習各式各樣的東西 不就是想要把自己 從一隻小魚變成一隻大魚嗎 對不對 那我們為什麼要到不同的環境去學習呢 因為我們不想要只做一隻魚嘛 我們也想要變成 提高自己的層次 縱向提升 變成一隻鳥啊 所以在這個各個不同的領域裡面 其實我覺得像這個預言過 我們又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可以用這樣來跟大家做採釋 那這莊子裡面 看到很多很深刻的意涵 有小大之變啊 還有你如何去 轉化自己的修感豐富啊 包含心災著望等等 在這個篇章裡面 它是一個相關的概念 你那個最高的指標是什麼呢 就是道啊 就是要提高到像道一樣高的層次啊 所以其實 莊子的學說也是非常的豐富 有很多我們可以進入去思考 跟應惡的地方 那此外呢 還有像 譬如說呢 他也講了很多 剛剛陳陸老師有提到嘛 養生的問題 那莊子有養生主這一篇啊 對不對 那養生主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歷來也有不同的詮釋啦 譬如說 有說要養生之主 或說養生的宗旨 但是縱化來看 其實就是 在咱養生的時候 他也講到精神的部分 像他就 他就 他就 他就認為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如果我們要去願意 來去豐富我們的生命 去養護我們的生命 所以應該關注的呢 其實不是形體的問題 是精神上的自由 逍遙自在 那才是真正的 真正我們應該要去 對決了養生的方向 那我像齊悟論呢 我覺得齊悟論也是非常適合 現代人的來去閱讀 跟體悟的一篇篇章 雖然它比較難 但齊悟論 齊悟論又怎麼解釋呢 其實齊悟論這三個字 也是用很多不同的解釋方式的喔 譬如說 可以把它理解成 齊悟之論 就是怎麼談去齊悟的問題 那也可以把它選擇成 齊悟論 就怎麼把戶論之間的對應 給相比的問題 那講到這個篇章的問題 其實這個篇名呢 我們大家如果 可能應該都知道啦 就是其實 千秤指數本來的篇名 它沒有什麼特定的意涵 可能在寫文章上 沒有特意去訂篇名 它大概就是 採文章的前幾個字 來去訂篇名 但是裝置的內氣篇 就非常不一樣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來 它就是有特定的意涵 那根據學者的研究呢 則認為說 它可能是漢代人 在編題的時候 把它訂篇名的 那有的說可能是 就 好了 我們不要特定講是誰 總之它是後來才訂出來 它訂了之後 也可以發現 它的確是還滿 符合它的作品 那再回到奇悟論這一塊 其實呢 它要怎麼去奇悟 不管是它要怎麼去奇掉悟論 或是要怎麼去奇悟 怎麼奇呢 終止的方式不是第一個標準 好像大家都變立模一樣 它卻正好相反 它是以不起的旗幟 它是尊重各國的差異 所以它因為尊重各國的差異 所以它可以解消 彼此之間的對立的關係 像古代呢 它裡面有提到 譬如說是非的對立的問題 可不可的對立的問題 生跟死的對立的問題 它就用 站在一個道通唯一的高度 由道官之乎規見 非可決告道通唯一 它站在一個道的高度 讓這些對立自然的消極 而不是用一個框架 然後叫大家要符合這個標籤 符合這個標準 那樣對立就會更加的緊張 所以這裝子的智慧也是在於正 那在裝子的部分之外呢 其實我有發現 就現在有很多 這個關於環境文理學的議題 如果他們接用中國的學智慧的話 也經常用到裝子的部分 因為裝子說天地如並生 萬物如如為異嘛 所以我們如果去因應這個環境的課題的話 就也有把它用在環境文理學這一塊 就是說呢 我們必須要把萬物 不是把它當作說 人呢就是萬物之女 操縱在萬物之上 人的標準 人就是萬物的尺度嘛 這個是希臘哲學家Gogia Sotan 他說人是萬物的尺度 可是在裝子裡面 他完全打鬥這一點 他並不認為人就是萬物的尺度 我們不應該呢 把人呢當作是 衡量這個世界的唯一的標準 像裝子舉過很多遺言來講 這個部分 譬如說他就問說啦 人啊如果每天都睡在很潮溼的環境裡面 他就很容易要酸被裝有風濕的問題 可是泥鳩會嗎 不會嘛對不對 那又像呢 像那個 真香酸 如果說人要 叫人住在樹上 但是除了小龍原之外 沒有人可以這樣照嘛 也適合 會怕嗎 有辦法睡在樹上嗎 或是不會怕對不對 那到底什麼才是一個真正合適的居處 居處的地方 怎麼才是一個真正的好的廚所 好的房子 好的豪宅呢 對萬物而言是不同的 所以他就從這裡去指出說 其實呢 萬物都蘇醒了 就有不同的特性嘛 萬物也蘇寂 有不同的和這個技能嘛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做呢 不是把人當作萬物 分量萬物的唯一的標準 而是應該尊重萬物的差異嘛 讓明白天地如我並生 萬物與我為 那其實天地如我並生 它其實就是一個事實呢 因為萬物跟我們是共同存在 在這個時空裡啊 那萬物有為 則是我們可能必須要 主觀性網上 必須要去調整的地方 不要只有把人 他那個高高在上的角度 好像是有展示這個世界 反而是應該懂得呢 去跟天地外 和平共處 和諧共生 這個呢 是莊子在環境的旅行這一塊 有給我們一些啟發 那有很多更多的討論 我的時間好像應該已經到了 所以就把時間保留給各位一起來交談 謝謝各位 剛剛聽兩位林鄭老師的報告 因為剛才好像深深的非常地 非常心又溫柔的聲調 有吸引著 這次我覺得 我想臨時早講一下 我們今天早上的流程 應該是第三個報告 但是我的氣質跟他們不太相見 我想跟大家談一個 其實是另外一個 因為他們基本上集中在裝置前四早上 那是不是我們現在就開始做了 我們做得到這個10點50分 所以這樣已經變得非常集中 會被我打岔 會被我打岔 那我們就進到10點50 然後我們下課先休息 然後我們有一個掌聲 我們跟大家報告 我們下課先休息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就集中在裝置 我們就集中在裝置的主題 請大家開始請問 請請 是其實有一個問題 我也請問問 就是 這問題是這樣子的 我們都知道就是 就是奇物論和逍遙有之間的悖論 只有奇物論它說可以騎生死 騎蟲亡 然後騎物 騎物我之類的 但是為什麼它不可以騎小大騎逍遙與不逍遙呢 我們再收集一個問題 謝謝 我們再收集一個問題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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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 据有 관同堪 那 我想 總不可以多獎一下 這個 ades 人家健解 截 blush 我們現在提供還是如果自己有老死 這個不等不同的內地去補開關心的體驗 或是其他特別的體驗可以提供 那我們兩位老師在請 請讓我們去問兩個問題 請讓我們去問兩個問題 我們要請教老師再介紹 是這樣嗎 不好意思 好 那當然是想說這個是人的選舉要先提名先表決 事情的問題就要先提名後表決 這邊的歷史會審 所以我那個是問題是後提名的 所以要先表決 是這樣子的 這個申國同志就是自身自國一體 齊理相關這個黃老的基本理論特點之一 就是這樣 那這個言語我們從老子講 老子本來就是計較這個 就是侯王啊什麼清淨聞聞聞啊 靜而不照啊來自聽一下 講外網的鏡子 老子也講清淨解射的問題 1例子2例子3例子5案的 人才先 老子也講了很多 講的一些就是說 這個要靜的問題 檢測的問題 所以老子本來2例子也是講 要形神的養分 就是要養神 無之所以有道萬 以無有生恩 若無無生恩無無幻願 這一身臭皮囊就是生命的 這個精神超越的重大的阻害 所以一定要這個刑骸 如果能夠沒有刑骸的牽絆 我們很多人不公平 可以做很快樂對不對 所以老子本來就是自身 就是這個自博他儘管是反對萬一 可是他有這一方面 你真的看得到我剛才講 所以很方便方道的動作 那自身方面他本來就有啊 他不是講要剪要射啊對不對 養生要保護啊對不對 不要重行生要重的精神 這個老子本來就有 後來的皇老就是沿著這個去剪 但是因為我們說皇老基本上的目的 就是要外王之用 外王之用因為田徐基下學工 這個我就是在裡面講的 不知道我做一個大陸的事 你們才找到他 當時田徐基下學工 之所以崩開皇帝 那一方面就一個高原來歷 照顧運動 高原來歷正元挑戰 因為他是田石串席 在田徐基串的江徐 那這個串曆 總之我好像是中國的這個 有一種很好的政治 是會叫做逆曲而順手 非華曲的正派軍力 然後不要先來我講就是這樣啊對不對 所以不是都這樣子嗎 那所以他就搞基下學工嘛 這個大家也知道 然後基下人還要招人才 所以那個清康熙啊 就為了前置板 是轉換大家主書人的注意力 所以他就給我 又生意後少了多大 他轉換人家的注意力啊 他就是邊什麼事故權 這個古今主書集成前隆 又邊事故權 其實這種東西在這個 戰國的時候 前進基下學工業 他已經講過 中國歷史科技的國際學術 叫國際學者 你很好有薪水啊就不必做官啊 沒有行政困擾 但是呢 要被化學高論啊 然後就選出教育 驚慌自在 然後為此以利啊 不如沒這個盛景 又寬大又包容啊 這個我們就不要碰到西角 那麼在這個田徑基下學 基本上那是政治的 所以那是不自的議論 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 平常你拿人家薪水 吃到好住到好 自由來去啊 去了想念還可以再來 但是一旦田徑基有事 你就變成國策之群團 所以我們常常看 旗下先生常常 騎國有事 跑一趟哪裡 有個地方去跑一趟 那麼這是人才的資料庫 國際這個所謂的這個學術團 也是他的左策服務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一個政治目的 那他台皇帝 我們剛剛講過 因為他要這個這個政權表白之外 就用搞這個學術 來轉移大家的對他這個串逆的 這種記憶啊 那另外他崩潰皇帝有什麼好處 因為江祺是嚴厲的後人 江炎子孫嘛 江祺是嚴厲的後人 那他要表示 我你是正統啊 我也是有來歷的啊 剛好在古所有說皇帝不全世界 這個宣言式部族大概是很早 根據傳說在很早的部族 就是一個部族 取代一個部族的這個人替嘛 只是形勢動的後來帝王不陽青 他就是那個是沒有 原古取代江炎部族的 就是皇帝的宣言部族 對不對 所以他歷史上有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傳說在原古原古的時代 也有一些山海星早期 或者什麼那些早期 都不會早期的記載裡面 所以他現在他覺得 我這是光榮歷史的重寫 我這個皇帝的子孫 我就是自己皇帝就是皇帝的子孫 歷史上皇帝期待 部族期待原地 今天歷史的重建重 我這個前期期待僵持 從政治就是這個樣子 但基本上他就真的是政治的利益 用政治來搞學術 用學術來幫他推政治做某一些造勢 所以他們說奇怪 以前都沒有什麼皇帝站這個站那個都打雲 有一點簡單的紀錄 詩儒在江崎原來 齊國原來的古老的祭世裡面 就是齊國就是在太公自行之間 這裡是東夷啊 什麼皇夷的部族 雜居嘛 在他們古老的那個齊地原來的祭世裡面 就有祭八族 傳統的原住民祭世有祭八族 什麼陰族 陽族 什麼族 然後中間有一個就是祭詩儒 那個齊儒呢 我們在推想大概就是 齊地原住裡面的戰勝 可是在這個後來的這個皇老的推產下的 機下學工的我們相信是 機下學工是製造工廠 變成皇帝打敗齊儒 然後在我們那個皇老國書 我們在皇老國書裡面的十大經裡面 對皇帝站的是忘記了很詳細啊 之前怎麼做 你背後來又怎麼樣疏離怎麼做 非常詳細 所以那這裡就是政治性 但是政治為什麼會跟自身承善關係 你問的是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司馬謙這個在最後一篇 《太史風秩序 論六家要職》 裡面這個他講他自己的先世 然後講到他父親 就引到他父親司馬談的一篇文章 叫論六家要職 我說要念中國先情諸子 這個就是中國先情諸子 是哲學概念 五家怎麼樣 道家怎麼樣 他講到道家其實這是中國道家旅時 第一次出現 不是在先情 先情只有老丹啊 官營啊什麼之類的 第一次就是在世馬上 他講到道家 他講到最後大家要注意一件事 他說 講講講講到道家是什麼 什麼堅如墨何人 陰陰陽之道處 什麼什麼講一大堆 還有什麼什麼虛靜的金剛啊 就表示他是林道傳遺書 講到最後突然來了一段 行者這個生之本啊 什麼什麼神者生之志 而不先自其心而又以自天下 不先自其心而又以自天下 而願自其心而又以自天下 馬王堆 那個皇帝 他要皇帝事業 我不願意這樣稱他 我稱八方法國書 這個是理論標準 另外一個就是議題 到底皇老講那些議題 綱領的體鑑 就是司馬上的那個都講的樣子 那個是一個地圖 簡單的對 皇老到底講的哪些 你看他就前面講自我講一堆啊 什麼堅如墨何民法 然後教我們各家 然後又是什麼 這些這個精英啊 行銘啊 講一堆 就是統御術嘛 沒有問題 後面突然來一個行程 來講 而且說如果這個行程沒有搞好 所以我要 當然他還是偏動的事 我要自天下 這個怎麼搞得下去呢 好 這是一個 表示皇老是自身自國之一 為什麼自國自身自國之一 司馬上這句話是非常有利 那就是身體不好 國家怎麼治下去 那因為這個皇老就是給統御術 統御術 統治者本身 不能只有搞統御術 還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那我們今天從國略觀 我們研究皇老理論最有利的 這些也是最揭開皇老學研究的序幕 以前我自己在說是有些 黃聰 黃聰說他好皇老 我就很同腦 他說博士論文說皇老皇老是什麼 那個時候兩盤不通 所以也這些你們那邊的訊息 我們最終都不知道 所以那個用胡思忌 中愛人用胡思忌連碼 他又很麻煩 早上9點開 12點關 下午1點半還2點才開 然後我們就到4點25點又關 然後又戒飯捏弄飯 全部的資料都很難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皇老是什麼東西 精進無畏儀的訊息 那政治神話 怎麼能夠天下大志起十年呢 是不是 那後來慢慢慢慢研究了馬王堆 然後我們也填在那邊的資料 我們看他們才知道 所以大家研究 你看馬王堆裡面 不要只想在皇帝司機 馬王堆出土有大批的養生書 對不對 那還有我看你們對他 我自己做的我也記得 我是用過他那種 就把馬王堆裡面的那個醫學 術 醫書 方妻啊什麼那些 全部都弄在一起 就是說這個是馬王堆那個墓 是這個戴頭利息 墓葬年代是希哈魂帝 十幾年了 十二年還是 就是皇老文景之治的 皇老之治的一個盛行期 他的著作 這個侯王年輕的時候 侯王他那麼愛念書 他是將軍 所以有戶兵他很準確 比例擴大就算很準 方向都很準確 那麼他在裡面 除了有治國的 這些什麼皇帝士經 而且又是主要叫行民 我們才知道 原來皇老跟行民關係那麼密切 不會什麼司馬先會講 這個法家的生活 還滿配齊齊的規律的皇老 因為皇老本身就是 皇居書的外文之用 可是他有那麼多的養生書 我舉一個例子說 我就記得好多年前 那時候我正在這個皇老 姐姐給我分了分了分了 我們台灣有某一個電視台會進來 把人們最暗來 你們哪一省的哪一個大主席 找來叫他根據馬王堆的那個裡面 有食物還是妖膳 還有人們都是他 是大家沒有去研究 一位導營養學的一個人去搞他 導醫學的好像也沒有人會去 從他提供 就把那個先說他們介紹 不小心打開電視就看到 一位馬王堆的研究馬王堆 我不是那個教授曾經過 我是寫馬王堆 我去看一下 講馬王堆 那個台灣的這個電視台 然後就有一些有錢人 是不是有 把大陸的這邊的這個大廚師 掌握了來供給大廚師 然後馬王堆裡面那些 剛剛說那些菜股師傅 有一些名稱 其實現在還在 但是名稱不一樣 他們就把他還原以為就是現在的什麼 然後就叫他產購 然後就這樣來做 就做那個馬王堆 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王家山還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就去過王 他是這樣 然後當時記者都問 其實非常清楚 問他說 這個師傅請問一下 那個大廚師 你看看這些食材 根據你的療程 這些營養是偏重在哪裡的 你猜他什麼味道 我記得非常清楚 他說死聖 這樣你懂的嗎 死聖 就是增強性功能的 那你說嘛 小民哪有辦法是這樣對不對 那為什麼需要增強性功能 因為他貴族嘛 機械太多嘛 所以這時候後來漢旦 你看你就是很多那個帝王都年輕了 都被害死了 有些年輕人就死了嘛對不對 有一些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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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皇宗的人也是蠻麻煩 所以你看我們太平津 裡面那個皇宗的理論也不少 對不對 所以這個還有我們想 然後就想 就根本就是裡面也有一些皇宗理論 在養生的 所以也就是說 基本上 王老之所以赤身跟赤國一提他 因為他有皇宗 不歇女成的 司馬丹所講的 在這個時候 不歇女自棋生 而約我猶引自見 這樣可以在 所以剛剛貝君老師說的 在我們法醫師裡面 四篇裡面就有金樹塔 那麼他有一些同理就 就是講那個虛擬靜音 行命這個同理術對不對 可是在內液裡面 就講到一些精氣的有聲鼠 剛剛對不對 合在我們這個機下學宮 皇老思想的 等於說是發展延伸立法 這個機下學宮裡面 館子裡面是何代表做是這樣的 那在機下學宮裡面 他也學術這個最慘的結果 一般的文 我們簡單的說 不簡單的說 皇老跟老子有什麼不同 我喜歡用簡單概念高的同學 這個皇老講道 老子講道 皇老就把它延伸一個叫做素 一個叫做氣對不對 所以老子只有什麼衝氣以為和 只有那麼一天 老子不講氣 他說皇老都講氣 而且變成氣化宇宙 還氣化養生說 因為氣化宇宙 光路是尤其生日 所以要養生要怎麼樣 要跟光路交流 先的改變 通通要從氣去嘛 結果後來人家到家 總共未來都出根 這個基本上就是從皇老 這一系列過去的 然後呢素 因為老子講的那個 那麼懸心 那麼靈養 不可見 不可倫 不可捉摸 呼吸 謊吸 那你說怎麼用啊 他這麼好的東西就不用 所以皇老就拿來做政治之用 但是一定要把它轉化 不轉化就像佩儀 不轉化你不好用啊 體會都你的難體會啊 抓也抓不到 摸也摸不到 那怎麼辦 所以把道轉化成為素 這個是皇老的轉化 所以不好意思 因為我一直在處理這個問題 我大概下一集的台灣的政大中文學報 我寫了一篇理道道書 就是漢代的道教相關 我們對於道的了解 就把道轉化成為素 那另外有一篇 我是道別人 我是九月人 成大的中文學報 那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現在暫時 然後因為時間沒那麼多 將來寫下來的一個道德氣 其實好像不記得誰啊 他說是不是洪教授 還是誰 我記得有一個專門論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道德氣的問題 那這個我現在可怕記 但是將來如果 他肯定是一個很大的報告 真正的寫意來出啊 要來影響太大了 道德氣功啊什麼 還有建築的氣勢啊 什麼喔對不對 對啊 那這個氣色啊 還有那個面相啊 什麼之類的 各種各種各種的影響時代也太大 那這些概念今天要從老子來 然後透我們覺得 轉化的一個階段就做廣告 那你看老子本來講 就講這個行神的安養 那個養生 這個就是赤身的問題嘛 老子本來講的 裝子也一樣 講的是眾神疑行 對不對 神重要 行重要 根本行就是神的累贅 然後這個剛剛老子不是 不是背給大家聽的嗎 就是說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因為我有聖所以才有大況 若無神無二犯 沒有情緒要安養 做平常兵掉多之災 那裝子更似了嘛對不對 墮肢體促聰明 離行去制 要辛災作望 才能投一大通嘛 是不是 根本就是這個這個形態就是很麻煩 可是怎麼樣你剛剛問的這個 問的很好的關鍵 怎麼樣把老子這個裝子也很好 這個養眾神 那麼疑行不要形態的 轉化成為後來那個道教變成怎麼樣 不養生要長生啊 老子拿來講的 講要要長生要成神仙啊 那不是這樣 這怎麼轉化過 就是狂老的狂老劇 在狂老的理論裡面 慢慢的從關子旅遊的現象 他已經開始注意 精氣跟形骸的關係 精神要好 因為那個氣不行 還有這個智慧要延伸 這個氣不單是關心著神的問題 也支撐著形狂的生命 所以呢 形狂生命是神 是屋子 是空間居所 那精神要併作 空間不行 沒有空間居精神什麼併作 所以皇老的最大的貢獻 就是把老子的這個行神 他本來是眾神異形 對不對 一定要是 可是到皇老的時候 是行神堅果 就你知道那個 漢德基道教師場大學的 淮南子弟 他講得很清楚 行神器智 是喔 已經開展出了氣跟智 行神器智 他說一失位則三則喪 有一環書狀況 其他三則主牌效力 一起打 所以已經開始強調 神當的重要 沒有人講自身養生 敢否定行神的重要 但是皇老開始慢慢注意 行對神的一個重要性 跟支撐力 然後後來慢慢到魏晉 然後到這個魏晉的有沒有 跟弘暴物資理啊 你看開始的什麼 神戀丹啊 什麼常生啊 我不知道我這樣講啊 是不是可以理解 這種環境 全部都是一樣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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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同學的提問 我也學到很多 也偷偷做筆記 然後剛剛同學問話就是說 逍遙友跟啟露友 好像是一個被問的問題 既然啟露友說 要破生死啊 或是非啊 破比事啊 破一切的對立 那為什麼 蝦遙友裡面還講 小支不及大支對不對 小年不及大年 好 那關於這個問題呢 其實 我剛也稍微提到 就是說在啟露友裡面 他是怎麼去騎的呢 他是怎麼不騎騎支 就是他看到萬物的差異嘛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回到 你剛提到下雨裡面 小大的問題上 其實小大也是呈現出 萬物的差異對不對 有小支小年也有大支大年 那怎麼樣去騎掉 這些小大呢 雖然中子人明確講 小吃不及大吃 小年不及大年 可是他所要講 難道就只有停留在大 是比小 更理想的狀態上而已嗎 我想說會不會 只有停留在那個層次 他其實最重要 要達到其實是一種 超越小跟大的層次 那也就是在質問裡面提到 當你的境界達到 像道一樣的 道風圍一個高度的時候 就不需要去分布的大小啊 會見啊 生死啊 體事 對這個 那我想要引入這個 祈勿論最後一個預言 就是 莊州莫緣的 的話 來去做一個回應 就莊州莫緣這個預言 大家都很熟 喜者莊州莫緩蝴蝶 徐徐蘭蝴蝶也 自欲是至於不知周焰 就他不放自己變成蝴蝶啊 就很開心啊 飛來飛去 覺得太棒了 他忘記自己是莊州了 可是呢 而然覺 瞿瞿瞿眼 結果突然就習慣了 才發現 蝶蘭自己不是那隻 偏偏起舞的蝴蝶 而是個身體很僵硬 剛醒來的莊州 然後他接著就說 不知周知夢雨 夢為蝴蝶 蝴蝶之夢為咒雨 他到底是莊州夢為蝴蝶 還是蝴蝶夢為莊州呢 在這裡到這裡 大家都很熟悉的人 最後他就說 忠與蝴蝶 則必有分 此之未誤化 你看他明明就講 他說 不知道是莊州夢為蝴蝶 還是蝴蝶夢為莊州 好像是要取消蝴蝶 跟莊州的分別 對不對 但是他又說 其實莊州跟蝴蝶就是不一樣 就必有分 就那個分別的分 他們就是不同的 可是呢 當你能夠超越 這個萬物的對立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超越這種差異 所以他最後講說 此次未誤化 其實誤化這個概念呢 到底要怎麼詮釋 他有各式各樣不同的詮釋方式 那我分享其中一個 他把誤化 在這一段裡面的誤化 把它詮釋成 萬物化而唯一 所以當萬物化而唯一的時候 就在集會裡面 我剛剛也提到 大家也很熟悉的語句嘛 天地如命生 萬物有唯一 當你達到 萬物有唯一的那種境界的時候 甚至達到 道中唯一的經界的時候 其實不需要去分 到底是莊州夢為蝴蝶 還是蝴蝶夢為莊州 雖然莊州跟蝴蝶 一定有分別 可是我從由道觀之 就消你的這種對立 更分別了 好 這個是我簡單的回應 謝謝 好 那請各位繼續 請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我们这个境界 那我就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以这样的视角去解读 而老师在表示的时候我感觉就是 他是一个人生者就是一个境界者 最好境界是陈彬英老师一直支持的一个说法 所以我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以西方的视角去解读 那这样的视角去解读是不是必须有一定的 肯定是有一定的局限但是就是和我们陈彬英老师 这样一种对比吧 看有什么差别 然后两个小问题就是 刚刚提到的小生不及大字 小年不及大年 然后就是这个体验字 我一直不是很理解是什么意思 陈彬英老师的书里边 这个体验是翻译成的了解 但是我们 我之前以为的是比不上 对我想有没有新的解读是 对 怎么理解得清楚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关于许谣 就是教育里边 谣让许有这个典故 不知道老师怎么理解这个典故 特别是最后那个 陈彬英解牛这一个 这一个比喻吧 他的意思 然后特别还有这一句就是 夫子力而天下智 这一句也老实实地理解 谢谢 谢谢 两位同学的问题 首先 楼允提到就是说 好像我们现在是一个 图像的时代 就是 的确我有观察到这个现象 就好像 年轻人对于图片的接受度 是很高的 那如果你的 给他看很多文字 他可能 看不了太久 就是 大家已经习惯了图像式的思考 所以对文字的思考 就会觉得 好像没有耐心 没有办法记一下心理 好好的确立起那个文字 那的确这个再年轻人大 好像是一个 蛮普遍的问题 我不知道 你们自己本身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那当然 其实相跟眼本身的特性 就不一样 那的确图像就是 给了一种即时的 然后呢 比较全面性 概括性的一种 虽然全面 可是其实是概括性的一种 一种直接认识 稍比较直观 也会相较于文字的话 那文字的是一种 比较细腻的 比较细腻的 比较精准的 可以有更多 深层一谈的表述的 一种精准的陈述的方式 那你刚刚就提到说 好像 因为我刚刚讲到这个 镜像没落 镜地没落像 镜像OA 所以 似乎有一个是 颜像 义的层次 好像像呢 是比较接近到的 可是从我们现在生活来看 似乎是说 虽然好像 进入一个图像的时代 可是 反而好像 它比较越来越远 我想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 我觉得可能 又要有一个关系 就是 那个像 它是拿来做什么用的 虽然它就是像 可是那个像 它是被用在哪里 那在 在经典里面 那个像 是拿来去理解 圣人之意的 去理解到的 可是我们现在像 好像是 它就是 它就是用来做一种 生活的表述 所以就是 看你怎么使用 这个媒介人生 这个 语言公主人生 它可能 不然会影响到 你了解的场面 好 这是 稍微简单回复 另外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你提到说 海德哥说 这个 是语言的 安在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如何看待 语言呢 语言究竟是 只是 通往存在的 一种境内 还是就是 它也可以代表 存在很深 那如果我们 从王毕的角度 或说 就从王毕的角度来理解 或说 从老庄的角度来理解 其实 你的文章里面 有提到 其实 在道家里面呢 他就有提到 道理于小神 言语于荣王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变成说 他把言的地位看是 比道第一等的 那 其实我可以借 我老子第一章 去回应你这个问题 老子不是说了吗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那其实 我们一般在詮释 这一章的时候 可以有几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就是 在讲说 老子去区分的道 就那个 神的上的道 跟一般的道理的差别 神的上的道理 它是无形无相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用 语言文字用名 去给它做一种具体的支撑 但是如果是行而下世界 你可以给它具体的支撑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其实 它也处理到这些问题 就是语言跟存在关系的问题 它其实是给语言画的一个编辑 就是语言 它肯定语言文字 名 这个部分 语言文字 你可以把它全制成概念 名称为语言文字 还有它本身的功能有作用 可是它也有它的限制 它其实就化分一个可道可民 与不可道不可民的界限 所以我觉得在道家里面 它一直有言不敬意这样的 思维的传承在其中 就是它认为 那个对道的题目 它不光光是通过语言文字 就可以达到 那其实在中文哲学里面 刚好学提到这个生命 它讲生命哲学 讲境界哲学的这部分 这个不是光用语言文字 光用文字的理解 你就可以达到了层次 它是其实需要透过生命的实践 来去整成体验的 所以其实 如果回到这个问题上的话呢 就像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了 其实不是 在中国哲学里面 不是只有道家 有这样的思维的景象 其实如家也有好 就譬如说 什么样的人叫做圣人 什么样的人才是有道的人 有道德之事 不代表它就有道德的境界 不代表它就有道德的品格 所以那是会有一种落差 所以在中文哲学里面 或是说至少在 就是老创类系的传承里面 确实有那种也不经意的思维 虽然也是可能 我们去理解到的途径 去陈述到的方法跟理解 可是也不等于到本身 就简单回应到这了 好 那还有第二个同学问题 他问题很多 第一个就是 我们可不可以用西方哲学的方法 或者视角 来去诠释中国的经典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这当然是可以啊 本来就一副经典 它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意义 你可以有从不同的角度 来去切入去陈述它 去赋予它不同的意义 但是就是像我的老师啊 就是刚才我刚才提到 像晋远石老师 他其实就会觉得说 如果我们用西洋哲学的 概念语言去诠释中国哲学 那其实也是会很危险的 因为就是 因为毕竟文化的特质度一样 思维的精神跟思维的目的 还有思维的方向 其实是有差异的 如果我们很就是不够省慎的话 不够省慎的去处理这个 这样子的方法的话 其实很容易对于 如果你是要去了解 中国哲学经典本身的内涵的话 可能会对于那个内涵的 诠释假如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跳脱 然后会有一些距离 会有一些断歌 但是我也必须要 当然这是一个角度 我其实也支持这个角度 但是我也支持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去圆这些经典 现代的意义 当然我们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我觉得那个是不需要去设限 只是使用的时候必须要小心 那再来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 小字不及大字小名不及大名的问题 那你说不及 陈葵总是把它解释成理解了解 然后你认为那是比不上 那其实就我个人 我觉得全是反而就是可以 可以多元并存的 我觉得这两种解释并没有冲突 就我个人而已 就是当那个小字 他目的解大字的时候 他当然就比不上大字的境界了 对不对 他其实并不完全冲突 那但是就是刚刚有提到 但是如果大字是以为自己是大字 那他其实跟道来举 他也是一个小字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小跟大 把他看成就一条线 一个翹翹板上的两端这样子而已 必须要知道在道家里面 他都是一种辨证的关系 小跟大不是截然的对立 他可能会转化的 小可能会变成大大 可能会变成小 就看你如何去做嘛 是不是 这是一个 还有你刚刚有一个什么问题 不然忘记了 对 遥让曲游 遥让曲游的问题 就是遥让曲游 就遥让天下与曲游 这个部分嘛 对不对 那大友会说 这可能是一个传说啦 或说 这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庄子 藉由重言这样子的 预言的方式 但是你可以去看他里面 真正要表书的是什么 你认为他要表书的是什么 我认为第一个方面就是 他 因为当时的那个 话语环境 然后就是 鲁家是要强势的 是 不应该说鲁家 鲁墨 是 鲁大使是显学嘛 对对 而且真正如修 他是想 其实后边其中的主持是在西变嘛 有一部分是在西变 所以他当时是 要必须 就是应时代的要求 然后要打压一下别人的气 才可以简单 对 一个方面是 就是他语言 为什么要设定 这么激烈的一个 鲁大使 鲁大使 然后 第二个方面就是 他是想 就是 表达一个 他主要的一个 就是装子自由的思想 因为 遥让是把王位让给他 但是 我就是里边 画不在一起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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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我来天下来干什么呢 就是 我来天下来干什么呢 但是 遥的意思是 您来治理 就是 您是太阳 我是 我是个伯爵 对吧 然后 您出来的我在 我在那儿 就是 没什么错语 对 是要让他来治理天下 然后 然后 尤其是 觉得 我拿天下来没有用 但是 跟那个 后边庄子的那种 叫什么 欲出欲涌 这样一种 思想是一致的 但是 我觉得 这样 不太 我自己感觉 就是 拿天下来 什么用的 这样一种 心态 就是 太好了 就是 对 对 就是 你想 别人是 你所想的 你能做的 但是 他想成的 就是 我觉得很激烈 对 然后 特别 最后一个点 就是 运动在这儿 他这个比喻就是 祭祀 不代替 不代替 那个厨师去做 做伴 对 对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 意思就是 各自其职 对吧 但是他这儿好像 他就没有一个差的 就是齐步的 你是祭祀 那你做你的事 然后 我是厨师 我做我的事 我没有一个上下的分别 但是 如果当时的环境 可能有 那就不存在 摇更低 取得更高的 建筑 建筑 让黄慧的 不接受黄慧的 不存在一个 建筑 但是他其实 整个 这个故事的感觉 就是 很高的一个位置 然后反而 然后 反而 是 就是 不能够去 迷去你的 你的 是吗 好 谢谢你 那其实你不要 其实很多的部分 你都已经解析到了 但是你比较纳闷 你比较疑惑 比较困惑 就是好像庄子似乎 是不是在贬义搖的 是不是 还有就是 拿天下有什么用 的这一点 我觉得心态不太好 就是 是不是在这个部分上 我们真的太理解 怎么结合起来 不好 好 那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就是许悠为什么说 他拿天下来 天下对他有何用呢 就是 为什么他要 特别这样说 因为在当时 各个诸侯国啊 各个仙情珠子啊 不要说仙情珠子啊 不要说仙情珠子 各个诸侯国 他们都认为天下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大家都想要 一统天下 对不对 所以这张十 就是 大家不知道没有 看过 海贼王这个漫画吗 这个天下 就是一个大力宝 大家就想要 找到他 对不对 但是 对庄子来讲 他对我来讲 有什么用 就是 他的意思不是说 他拿到 对他有什么好处 而是说 那不是他要追求的东西 所以就算你把 全天下的人 最好的东西 要献给我 所以我来讲 那不是我要追求的啊 就譬如说 在全会法 简单意思 譬如说 如果我把我的 钻石戒指 拿给我加工 他就觉得我说 那钻石戒指 做什么用呢 那不是我要追求的啊 礼物给我一个工夫 对不对 所以 这里他其实要 凸显的是什么 凸显就是说 庄子他想要追求的 那个人生的境界 跟人生的攻击的理想 跟儒家是不一样的 我想 我想你比较搞不清楚的是在这 就为什么 就是能够为天下做事 来施展包覆 给天下带来 带来这个 这个万能带来的 这个努力不是很好吗 不是应该一个人 一定要做大事的报复吗 不是应该这样吗 那为什么 许游要这样子对待 你对待仰慌 但是就是对许游来想 他人生的方向是在哪里 他人生的方向不在那一点 就庄子来讲 他的人生的方向 是在追求的道 追求自由 逍遥的境界 如果有个天下 他就要治理天下 我想如果他今天身为一个君王 他也是必须要去管理天下 可是那个 不是他想要做我们的事情 所以他才会 他才会 不想要接下天下 这个东西 老师 接着问一下 就是那后边在 印第王和政府里面 有很多观音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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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理论还是有 就是 就是 你 他 怎么说呢 有 因为他其实里面有 无为而至的概念 就是沉浸在老子的思维下来 他确实也是 就是 我是觉得 智力和 占你 对 虽然 智力的同志 也占你了 但是 为了占你而去 就是 不理事 所以 境界是差 但是 庄子特别强调 我公民的时候 好像把公民当真对胜 所以 我觉得他的思想后边 连续下来 可以很影响后边的这个 我佛学的这也不知两年了 这样讲的一句话 是是是 未经未经生活 对 但是当时可能 还在初期吧 这个 他这个发展的思维 还是挺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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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个是他的一个矛盾性在哪 好 谢谢你的问题 那其实 就是 就像小跟大的差别 他虽然讲小跟大不一样 然后他说 大朋友的境界 是比那个 调语学究来得高的 可是他最终 还是要超越调语学究 所以我想 那是一个过程 一个辩证的过程 所以就是 在对天下的议题上 虽然他 他其实是 不希望去占领天下 然后他也觉得自己 不适合治理天下 那其实 就实际里面有记载到 就是那个 楚慧皇 曾经啊 害了使者要去 聘庄子来当宰相 来当宰相 可是庄子就拒绝他了 庄子说 我宁可呢 我宁可呢 就是在这个 我买话为讲 我宁可呢 在这个小水溝里面 像是小猪 在小水溝里面 玩得很开心 我也不要 到你帝王身边 去战战兢兢兢 所以 那如果 这个就是 你能追求人生的 目标不同 他的 他所追求就是 不在那个方向 那但是他的确 他也有讲到 无为而治的这个部分 就是 他也是要去 回忆帝王啊 也是要去回忆帝王啊 那他 这个部分 因为他承接的就是 老子的心文 认为说 应该用不为而治的态度 去管理天下 那 但是最终 如果 如果说在自身跟治国 这两个面向 你认为他 比较想要走哪个方向 哪个方向是他最 一心所希望去追求的呢 如果从他个人 人生的抉择来看 我想他比较偏向还是 个人生命境界的提升方向 就是在治国这个方向 对他讲 真的命是怎样的 对 有 有 有 好 我们 好 我问 您说这个是 还有一个是 结合起来看 他 赤身就是治国 就是我 有这种感觉 就是他赤身 同时表达就是治国 就是你按照我来 就是治国 就是你按照我来 就是治国 不需要再有其他治国 因为他 那都给 给气掉 因为你没有一句 就是我们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年代都是有 有平行的 我们这个找到一个 可靠的一个东西去 而我想这个是 到 到 那里 我找到这个 这个天君 对吧 所以他 对 他其实他也有讲两行嘛 对 他其实也有讲两行 如果是一个 有德的 真人境界的话 他应该是 请坐 他应该是 自身治国都不外 确实就像你讲 自身治国是可以 他的道理是相通的 其实在老子 我一管在老子 也就我们这样的思维在里面 但 庄子应该也是有 不过 只是他的 兴趣取向上 他比较 先向个人的 生命自身的这个部分 对 对 请老师补充 谢谢 我 我是这个 原来 这个 跟他们一样 原来就是 因为 原来就是 原来就是 我是想到 原来就是 因为就是说 这个 老子讲到 感到不可能 非常到 常到 真的是不可到 最高没有 那是云的 那你不讲 也不行啊 你一定要切入 一切入就破 可是不切入吗 那更糟糕啊 所以不得已啊 就是一定要讲一讲 所以庄子总是 告诉我们一点话 叫得而兔而忘却 还有一些讲的是 他们就要 还在理解我们 对庄子 不要像姚美老师的生命 但是有一些呢 就是说 姑且这么说 借着这个来讲 我想跟小年大德 小智大德 他们不得已 不这样子稍微说 来帮助你去理解到 那种人 这不是他的 这不是他的兔 那希望让你知道 就是这个 解释度 这个只是一个言权 会不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很多比喻 他知道他这样讲 就有危险性 可是他又不能 不这样讲 不这样讲他就是 那看待人 看待人就干脆 就给他解释 所以他还能解释 老神的道路 不能到啊 就是没有 空间概念 时间概念 你说他时间多长 他就很多堆很多时间的语字 你说他空间概念多大 他就堆很多空间的语字 那是汉代人写出的手法 目的就把它 好像我们说那种相片 你那个底片 现在没问题啊 都用电脑 拿过的东西 那个是会像 以前不是他普通 要买焦点吗 那个焦点呢 照着那东西在那裡 看不清楚啊 这个就出现往西往西 你一定要怎么看 你充实 那他敢就把这个东西 也要充实 那这一充实 那个神秘的味道 就有学姐来讲 就下降 他不充实你看不清啊 这个就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所以我想是不是严权的问题 我是不是随便说 我刚才讲的 我们的道教育 叫做我们的道具里面 有非常庞调的我们叫 那个修理身体的技术 就是那个什么导引啊 导师啊 还有那个形容器啊 之类的 就有个问题 我们一部位就是说 就是说思法大师 就是从何而来 就是跟犯罪 就是说汉代 或者说我们讲 平常讲的汉代思想 我们会不会说 黄老就是说 我们的汉代思想 后面就是 古增古术 经古新学 这个非常多 就是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 您认你解采 就是说黄老师学在 古增古的汉代 他的那个 社会事情 这个问题 还有他的这个 后面的变迹 他觉得无情是在 中套或者是 漢默的地方 好 谢谢 好 我顺便再收集一下 嗯 好 谢谢 好 刚刚 有 刚刚有同学 就提到这种身心啊 还有修身智博 这样的问题 嗯 我自己的理解是 就是说 嗯 这其实就可以用 庄子的道通文医来解释 因为就是在庄子这里 嗯 我是感觉他是认为 就是 世界不管在什么地方 它都是按照 一个规律 嗯 一个方法去 去运行的 就好像是 不管是我们的宏观世界 还是微观世界 那都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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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 呃 我是体会到就是 呃 传统文化里面 这一点的话 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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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好了心,如果是知道如何去修心,那就知道如何去修身, 知道如何去修身,那就知道是如何去治國。 所以上醫治國,中醫治人,下醫治病。 如果能夠當好一個醫生,那就一定是能夠去治理好一個國家。 所以在司馬坦的論,六家藥址,我特別喜歡這影片, 他說行神騷動,玉允,天地長久,非所為也。 所以如果是自己身心的關係調不好, 那麼老百姓和君主的關係,那各種關係也可能是調不好。 因此在這裡,司馬坦是特別推崇道家, 他說儒家的話就是,他引用莫子裡面的話, 就雷獸不能進其學,當年不能救其林。 說他太煩了。 但是呢,就是,在另外一篇的這個, 先行出子蓋勒就是發布的那個藝文誌裡面, 他談到九流十家的時候,就會說儒家, 他是特別推崇他說,於道最為高。 他說儒家是最高的。 然後到家他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 但是我想就是說,如果拿孔子的那一句, 無道意義萬之,這句話來說的話, 其實就是說在孔子裡面,他也是以儉獻欲滿。 這個儉獻的話,他也是落在心上面, 因為終數下面都是一個心。 如果是這樣來看的話,就是說, 我是覺得就是,在這一點上, 儒家和大家他是沒有這種境界, 高下獨之分的。 那麼您是,您對這個司馬涵和幫助的 兩家這個概論的話是能夠評價的。 謝謝。 謝謝啊。 我現在記過了,我想現在先這樣, 記得記還是先這樣, 現在是進入莊子的這個境界, 誰講誰少,馬上聽馬上忘了。 已經慢慢這樣, 但是我現在記得了, 我記得你們的提醒我一下, 你剛剛講的, 我覺得你沒錯啊, 你要從大方來講, 那個也講過啊, 天下學是一致而百慮, 輸而同歸, 本來就是這樣, 不過他這個詮釋的角度跟方向還是不一樣。 那我們今天我們覺得, 道獨為一馬上講的沒有錯啊, 道家的魅力也就在這裡, 他就是講原的, 講原的這樣, 那每個人呢, 有從一個角度切入, 也可以看到一種東西也很漂亮, 他從後門進來也很好, 他也叫我們要多面來觀測, 然後直撞, 都是這樣, 其母也就是告訴你, 你不要只看到這邊不好看, 人家背後很漂亮, 你不要看背後的補充, 面前一看, 後面像18歲, 前面十八十歲嘛, 也很可能嘛, 所以他就很像多面觀察, 所以才會產生這個, 跟人家不一樣的, 我們就正規這樣子, 所以剛剛我們在講說那個老子的等等, 所以他們的理論啊, 我們現在叫酷, 對不對? 酷,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以前台灣有一個意思叫做, 我就問學生, 因為現在學生很多新語詞, 現在有一個蒙口, 我是不是這一方面, 我太愛學生, 太喜歡學生, 我說要跟進, 我就去問他, 門是怎麼來的, 他就告訴你, 然後撞, 我那時候問他, 他們說撞就是不一樣的合音, 合起來就撞, 一樣不一樣, 就是新癮, 就是推成出現, 就是這個掃除, 新的種族, 出去呈腔那一條, 所以這個道教的吸引力, 內力, 那他們的哲學女婿, 才不太好, 我們還是可以, 現在人家講高低啊, 什麼一道高低, 其實是沒有不開, 但是站在玄學的角度, 是可以從玄學的標準要求這樣, 我黃老的人, 如果要這樣, 黃老是比較下巴了一點, 但是站在用的觀點, 還是站在體的觀點, 就是不一樣的解釋, 那我用莊子跟老師到家講, 到家好處的人, 每個人都可以得上滿意的, 你也OK, 你也OK, OK, all pass, 對不對, 所以他為什麼面對那麼好, 就是英文這樣啊, 這個幼稚園的小朋友, 每天老師今天又給我蓋一個章的時候, 你都蓋一個章, 就是一種不服役, 那就每個人都OK, 後來發現, 各個有獎, 各個有獎, 對不對, 就是這樣啊, 所以道教說你什麼音樂好, 外高下, 通通好就,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也沒有鬥爭, 也沒有什麼, 所以是這個樣子, 那漢字裡講的啊, 你剛剛想看什麼樣子, 漢書一文字裡面, 漢書一文字裡面, 漢書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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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是這樣子, 你去看漢書一文字, 那你就可以看出來, 漢書一文字的時代, 這是漢書一文字, 漢書一文字, 他們的前身是漢書一文字, 漢書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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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坦會撩撩撩的 因為司馬坦可能是皇老道教 他習道問於皇子 那個皇子怎麼有的就是皇先生 不一定真姓皇 就是研究皇老的先生 所以他的老師就是皇老學者 所以司馬坦就是有強烈的皇老傾向 所以他講的道教就是漢人的道教 漢人或是道教就是皇老道教 所以他講的那個是這樣的 所以他們的觀點是不一樣的 那方向漢樹蔭之一位是站在 儒家的觀點來批判客家 所以他都一道最人道之外 他還以那種話要有句 凡子說什麼什麼說說 對不對 如有所欲 其有所事 那他說這個儒家的道 就是因為姚順的盛世已經有 臨床經驗 政治上臨床經驗成功 不是這樣講嗎 對不對 所以他就是我外界的這種 那可以有觀點吧 那我們的歷史你說史觀 史觀一定絕對客觀嗎 對不對 你說我們就覺得這個日本啊 這個侵略啊 還有那個我前七月的時候 跑去東歐嘛 那個很麻煩 那個到去波蘭看那個吉東林吧 那真可憐啊 可是這個後代當然有 做得太過分了 就比到大的步驟 可是你看看就有些 我們回過頭來講 我們中國歷史上就在台中這樣 什麼什麼什麼大地啊 什麼大地什麼時候他南徵北逃這樣這樣這樣 一定戰爭就是很麻煩的事 我們也沒有去問被兼併的那些國家 我們說大漢天位 沒錯 處理手法還是不錯 沒有不殘忍的 可是一定有死傷 就那個被突兵的來講 你如果去問問他 他會能痛快嗎 就是這個角度不同 他會有不同的選擇 不過呢 皇老最大的好處就是 這個就是包大理 那因為他本身包大理 就是因為機下學工本身 齊弗從江系到天系 一直是遵限的那種 他會搞這個機下學工 自由來取 基本上也就是這種關鍵 但是還有一個就是毛子本身 這個思想本身就是多一點的放大 虛無的 你不要有一個什麼絕對的 一定的價值標準 不定的東西 是不是啊 正反高俠 那就是像貴 我不知道我這樣子 有沒有提到我們的樣子 他剛剛有一個講 什麼 就是那個包大理 是在看著你這個 居住的位置 才是過敏的 他在多怕 好 對對對 我想講我講 我告訴你 我剛剛給他講 我怕時間太多的戰略人家 我跟您說 皇老 他努力發出海家 獨不獨不獨 皇老的政治次數就結束了 皇老政治次數就結束了 可是皇老的養生時代才沒結束呢 漢力本人不去藏身 搞來搞去嗎 對不對 然後整個漢代 這個不是貫財的 你去看東漢 這個東漢的那個這個史書啊 範頁的後漢書裡面 他就有很多就是西漢也有 後中漢其實都有 什麼有一些貴族啊 什麼史王英啊 什麼反過漢這些人 你去看 那個都說他不是什麼學皇老 就是什麼上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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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國水 對不對 所以那一個階段的 都對他們說 徒商工 老子徒商工做 我幾個說法 和山工其實是 戰國時代的神仙啊 但是我們清楚知道 那個絕對不會是 戰國時代的一個作品 是漢代人的結合作 神之本能拍 更是把他結識 更容易做出魏晉了 他我個人我是覺得 他那個氣質 沒有講到那麼過去 對 應該是東漢的養生學家的 一個著作 因為他講得沒有 甚至都還沒有跨到宗教 你把老子祥人跟老子和薩通 一對照來就不清楚 老子祥人的宗教聖誕 老子和薩通沒有宗教聖誕 只有雅生論 把老子的治國之論 全部很多轉化成 就是自身之論 就是自身治國令人 這就是一個重要過程 那麼在這裡呢 你就可以看到 東漢的研究 我記得是你們那邊的學者 也是研究判斷 我記得他就 其實曾經益先生 才是誰的那個 這個那個思想史裡面 他就有講 這個和東漢啊 就有很多那些人 他們把他叫做 不叫黃老 因為黃老師那個人 莊老 又不叫老莊 他們就叫老莊是先起 那東漢有一些養生家的理論 他才叫莊老 其實莊老就是黃老養生論 在這個在西漢中漢西以後 到東漢的一個延續 是這樣子 所以有他事實上 這個他是存在的 因為帝王需要啊 所以他理論是存在的 然後同時這個以外 一方面黃老的養生 治國理論已經 時代的學到結束 徒學在理論 但是事實上也不見得 我們覺得完全 這個這個 你看董仲書來 你知道他搞治國 董仲書的理論 你看八十幾天孫書還 如果只會你否定他 如果你認問到董仲書 你去看 講人意講什麼 他都不是孟子徐子啊 孔子那個內聖 全部都是外王之論 都是人意治國人意 所以這不精彩 因為一個理論要內聖的講 才會生 外王的講就是易用 不精彩嗎 最精彩的理論在掀起的儒教 就講了自己 那可是他有一篇很奇怪 叫尋天之道 有句話 這句話就有尋天之道 他很清楚就講兩聲音 他就講了 講到最後講到了 就是拋瓜 這個簡單講 炫生虎 周期要多講多講 不然會講這個 你看你可以想像 這邊除非你說他不是董仲書做 但是他是個內聚男人 是這輩子編入到無點的 這個漢代無點的 他就講這個東西 完全是精細的這種 細的那個養生的問題 所以也就是說 那理論學都講 他道家的典籍 或者是那些養生方式 那就不用講了 所以是有了那個養生的 因為必亡很需要 那你看一個養生虎 另外一個那個 陰陽五行也不是這樣嗎 戰鬥師在星期以後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 孔子哪裡講陰陽五行 孔子也不講 孔子也不講 可是你看看待了 在文學懂得出口就是一樣 所以不後代的這種 學生跟全代的學生 本來就會有一些參與 有一些音 有一些可能 這個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黃妙養生的 沒有因為黃妙時代的結局 已經反倒一直連續 一直連續到這樣 這樣子 我們就做這個樣子 好 你們把握時間 請大家再最後一遍 請大家再最後一遍 然後老師 然後我就想問一下 是否必須要求道才能得道 那麼求道的這個過程 是否過於是一種有為 而且專復職國的過程呢 然後日本的企業家 道正俗夫 他認為世界上有一種東西叫做是 然後當你也去專注執著的 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擁有事 並且做支持以後 他做任何事情 都會非常的順利 那麼這是否算是得道呢 因為他順應了這個自然 或者社會執法 但是那麼這樣子的專注執著 是否也就是一種又是有為呢 也就是說是否得到的 得到的話就必須需要經過 這樣一個專注執著 我有為這一個過程了 我有點慌慌 謝謝 這問你兩個老師都可以問 他就最後一個問題 請 來 兩位老師好 有一個問題詳細的就是 剛剛那個陳寗老師有提到 就是在戰火時期的氣的觀念 精氣座是大為盛行的 但尤其是在地下學中 然後我想就是在即使包括人家的尋職 或孟子這個跟受這個技巧的影響 那除了 但是孟子除了台氣之外 他還有一個新的問題 後來去引申到人家一個新的問題 那就即使在戰火時代 這個氣跟氣之間的這個 對我們之間的關係有沒有效果的影響 所以故事裡面尤其是在自我的部分 因為到最後就是自從人家的生活台 都是從老老到家這裡面的身下 那如家這個新的部分 到田園裡面 延伸到自我裡面的影響 謝謝 我就 立委 請 好 先講那個 這個專因的部分 我不是光子專家 因為我記得 光子說過那個免財的用事部分 來營與省 是不是 所以你要專心理智 然後你才能夠當一個人來講 公佈那個 那個那個智慧的功能效果 不同時達到一定的上升上去 就能夠推薦 那徐子也講 批禁 對不對 那老闆也講禁禁 那我在想 好像你這樣會不會是過度很好 就是我想 我願意往這個角度那邊 包括老鼓到宗子的角度 他是覺得 平常的想法禁禁 禁 就是要把他直排掉 那他並不反對智慧 什麼都可以丟 那個心靈的自主跟自瑜 這是不能丟的 沒有都丟到全部空 所以為什麼那個聖道 那個 赤膚學術總目提到這個 技巧人寫的時候說 聖道是以道道路道法的轉觀 他本來是以道教進去的 因為聖道在解釋 蒙宗生先皇 就對聖道的學術有一些簡單的提到 好像說他 他就說因為道教不是講他去舉細智嗎 完全排除心靈的主觀 他排除的太徹底的 把那個自主 自流心靈的那個 全部丟光 所以他說快不失道 只要是跟這個主體有關的 全部都要丟 丟到最後 丟得全部光 寧可這個 與其啊這個 兩太心靈的那個 就是主觀太快 不如大到自然之間 快就是這個 五塊 十塊 六塊 他也有道理啊 那你可相信那個 那個比較外在的 那個比較客觀 那最後心靈的 結果這樣一來 那太外在的結果 不要在外在找一個客觀 完全徹底滾掉心靈的主觀 最後發就跑不來了 所以他本來是從道 最後變成法 所以說那個誰 蓉宗先生說 蓉宗先生說 這個那個誰 那個那個紀小人先生說 流道路法此其轉觀 就從這個撞過去 所以就是道家你 你雖然是要排除道理 但是有一個東西不能排除 你那個心靈智慧 你那個要在原生活力 活力 活力 你是不能丟的 所以我想用字不分 就是說雜慮排掉以後 讓這個東西可以有效的 專注的 發揮它的 併有的功能 我是這樣的體會 我也不曉得對不對 所以是專一的意思是不雜 我不是一直去操 一直去操 那不行 那你要報告 不然你對精神分裂 好 那這個是不是要前面 我們也都一直斷講 另外那個經濟的跡象 是這個樣子 那個 徐子跟孟子都在跡象太多了 徐子比較長 那我就沒有想去考慮 都是考慮出來的 讓他們講 孟子去了兩次 第一次去 然後第二次就 記住會離開 就離開了 然後第二次 這個跡象很好 你要來 一個人來也可以 一群人來 可以來了不開心 你就離開 離開了又想念你再來 我都OK 反正就是 這個非常的煩惱 我記得就是 將奇怪 人家多少錢啊 管眾大好貿易啊 國際貿易啊 那很多錢 那天氣是大事的 怎麼 怎麼就辦這種大的動作 大的去做 那 所以孟子 我記得我有一次在相同的時候 我再報告 說孟子 為什麼儒家 孟子也不講氣 那這個性與命理的也不談 孟子大談心性的問題 也談氣 國的感覺這樣 我們也是舊教理 文貝老師 跟黃老師 還有各位大理 他就不談 我的感覺是怎樣 我當時我是這麼說 有一點有些人說 我們都請住民法 最後來我請示給阿平 他說我們這樣怎麼能接受 因為孟子氣是跡象學 中的感覺 黃老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很當時是一個新產品 非常紅的 到現在還影響很大的一個新產品 那麼孟子在跡下學功 徐子也在跡下學功 所以徐子也講氣 孟子也講氣 但是孟子還是比較堅持 這個道德的理論的 所以你看徐子最後就有那個天論 有沒有 這個宇宙的天地 關乎形象是一個什麼規律 孟子就不懂這個 孟子是心性論 所以他講道德 他講道德 但是這個道德怎麼樣 這個他一在跡下學功 會受到一點氣的那個 那是流行的議題 所以我覺得孟子講 浩然之氣一般 他本來孟子講 氣的體自衝 氣是充滿全身 這就是生理生命力啊 對不對 還好 持其志無保其氣 事是精神 氣是勝利 所以你要讓精神領導吸靈 領導教育氣 不要讓氣去抱了這個 牽動了 就影響精神的判斷 所以持其志無保其氣 他講到最後呢 這個在孟子講起來 這個氣微氣也自大自大 這個氣跟那個氣就不一樣 這是超越以後的氣 也就是說在孟子講講 透過極意 透過這個養液氣 這個培養液什麼 反攻刺行啊 勝毒等等的功夫 可以讓生理生命力的氣 上升提升體驗 轉化成為偉大的精神道德的生命力 氣就是生命力 但是在孟子的理論裡面 他氣本來是體質抽年 是生理生命力 可是他講極意啊 每天用藝去灌溉做肥料啊 天天去灌溉 不能互食啊 也不能辣療助長 然後要耐得助成的助長 然後那這個氣就生理生命力 就上升轉化成為 你養分是道德灌溉 最後產品就變得道德產品 開花結果就是道德 孟子不是這樣講嗎 所以這個氣就以生理生命力 轉化成了偉大的精神生命力 那他的自大自幹啊 又什麼什麼啊 沖曬天地 那怎麼樣的功能表現 他看到天祥的就知道了 我們也想用他的這個生命 來實踐孟子的這個 給孟子的這個浩然之氣 做一個不大的助己 是不是啊 是這個樣子嘛 那至於那個孟子心性的問題 他感覺是怎樣 孔子不講那個 孟子只是於心 所以我們叫思夢學派 今天我們不清楚 這個子思的著作是怎樣 但是不是有大量的 是他們佛啊 有墊啊有沒有 那個那個五行啊什麼 性情論還是什麼 那幾天的出現 我去讀 他們說那個就是 這個子思到孟子 這個孟子到孟子間 子思學派的問題 他就講心性嘛 所以孟子其實是心性論 如果我們願意承認那個 那一些有沒有 其他性情論 那一個子思那麼學派的問題 那孟子的心性論是前流所作 他這個心論不是成子孟子 孟子不講這個 成子子思的 孟子是指思的 還有呢 我們看看這個 孟子不是講他 最大人則秒子 不是齊國又安什麼所所啊 就是那個 君之士臣如土見什麼那些 那些等於是 不把國際擺在眼裡 你大 我大哥大 是不是 這樣子啊 這些理論哪裡來的 孟子沒有提到君子 只要說君是成語 你成是君一眾 可是我們不相亂 徐子就不同 徐子覺得 君臣關心的割業是大不幸 所以他覺得君臣關心 他有成語分好幾等 像孟子戲這樣 雪雲舞不愛藥 這使劍文件 他就這樣 最好想管仲變陰 啊 你的爛探子我來說 然後呢 我們金臣關心呢 又風歸你 然後這個爛探子我來說 君臣關心和諧不破 徐子你再喜歡不一樣 所以這種的管仲在他這個 像是關榮臣啊 乳肝啊 秦子沒有說他很壞 可是說這個實在是很悲慘 很不喜歡 貧效不是很高 所以這個怎麼來的 我們看那個 木工問子師 木工問子師 木工問子師這種觀念哪裡來 公子沒有在文章 子師嘛 木工問子師以短短才幾百字 那個木工問子師啊 子師問看 木工問子師說什麼叫做忠誠 那木工問子就說忠誠啊 恆稱其君之惡 常常啊就稱說 舉出國軍這裡不對那裡不對那裡不對 然後後面還講一句話 至於一般的說 我能為你效命啊 我能為你賣死啊 我盡忠啊 我怎麼怎樣啊 他說那個叫做交入決 煥起決武 那個算不得忠誠 子師就這麼講 我讀到這裡的時候才知道 原來孟子的這個 遂大合者秒之的精神 就是從指示這個形成的 所以研究指示學派 我們從這些師父文献 說完全改變過去 我看沒那麼浪漫 傳世父文献人家也很可靠 但是有些徒充滅 我們不見了 這個孟子怎麼來的 怎麼充滅 孟子在畫一大狀況 個性棄質有怪 孟子老父子的個性 就跟同化父子就不一樣 他就跟孟子老父子就不一樣 他就跟孟子老父子就不一樣 對不對 銀子霸氣 沒有霸氣成了兩大命中啊 那孟子是另外一個典型 成物的內裂 對不對 有話不多 但是這個也有點重 孟子就是過 不讓兒子得了 那這個東西哪裡呢 我們從指示那少數的記載 看到物流的諸詩 就是我們一起去看 反正是國內裂的問題 好 但是資料不多 好 多一點的事情 都講到這裡 好 謝謝 在另一位老師後面回應 實在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因為他講的實在太精采 好 那剛剛就是 根本比較可以回應 可是剛剛同學提到那個 就是說如果我們要去排除 自己的主觀意志啊 那算不算是一種有為的問題 在這個專一專注的 去求道的過程裡面 是不是一種有為的這個部分 那其實呢 老子就說嘛 回學日益 回道日捨 如果你在這個求道的過程裡面 你發現你的慾望是越來越多的 那可能就不算是求道了 那如果如果說你發現你 對於外在音化越來越少 你而是專注在自己精神的學生上 那你可能就是精進到 那我就簡單回覆 謝謝各位 好 這個有學問真堂 有學問真堂 休息 學問真堂 下一場有人就知道 有學問真堂